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可我这个长相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的对我这个长相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还给我发私信 说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长相优势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就在她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化妆师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那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从后边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挺轻很轻 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没事 是在安慰我还是在鼓励她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她总是希望我能摆一些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我对耍帅人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她跟我说说徐老师摆一个帅气的知识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嗯 现在直接把摄影师弄懵了 摄影师说徐老师 你这个知识有点old school 哇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见识摆过了 那她为了让我更好地找到感觉了 她就去网上找了一张陈伟婷的照片 陈伟婷 陈伟婷 他就说 他跟我说说自身啊 你就照这个来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这个知识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哪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人不对啊 而且她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她就开始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加入一点 她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她就在那儿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摔死了 摔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她发现 真的确实 我睁得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她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呀 咱们这处照片 试一试把眼睛 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了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她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 就是这个长相优势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真的 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会让我的朋友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 志胜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们更过分 跟我说说 志胜啊 为什么你的感情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 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过去说 志胜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她说了一声说 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她 我真的问过她 我说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她说 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起来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她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粉丝 她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马上讲到里面 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波 今天啊 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吗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成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小心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富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 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 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叫光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领略到女权的力量 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 没事 没事 能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另外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的 不结婚很多事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把本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 还是一模一样 你看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两边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那一整天 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这么不想看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呢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在那 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 这个轻薄日用型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最后 吓我一跳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 磅礴 磅礴 就当时很矛盾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觉得你们安保 还挺严格的 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里 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 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她完全不了解 我对她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 电视上那个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萎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 说了个悄悄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 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 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 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 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 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 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因为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然后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 也会有一队保安在那 快快快 监控你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啊 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彩亮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 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 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 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 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 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 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 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 我妹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 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 没有碗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 祭奠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74岁 穿着跨栏背心红球裤的 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好使的胳膊都能赢他 大爷说我用的是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夫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我二姨夫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夫认为 我不嫁于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领 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 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夫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挖泳 挖泳的关键 就是要像青蛙一样蹬腿 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蹬的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里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 示范之后一抬头 他游出20米 我二姨夫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飘着等 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我二姨夫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烙还得少一个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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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 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儿呢 我老公打完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打得好不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谢谢大家 对 这确实有点美 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太紧张了 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见过很多大世面了 我怎么又被这个节目录紧张了 尤其是我 我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我已经是多国秀女王了 我已经赢了 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看到他心里想的是 这是决赛选手 而我想的是 没有一个我的竞品了 我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能进决赛 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我去年进 今天又进了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你说我怎么做到的 杨萌恩 有到这两个怎么做到的 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满足了 尤其是今天主题 叫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不 幽默就陪你们走到这了 我也不想当大王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被过度的重视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小的时候有一次 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了 没有给我弟 我弟就说 妈我也想吃冰激凌 我妈说 你着什么急啊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我当时想说 天哪 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 重男轻女吧 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长大以后 我妈又开始逼我弟 继承我们家的家业 也就是养猪场 我弟特别不乐意 说我姐 为啥不用养猪啊 我妈说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个家是你的 我当时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 身上说 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girls help girls go power go power 我弟 真的啊 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 没有赢过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 特别要我羊 说姐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姓羊 我说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听懂了 他说你不能怎么对我 我虽说是个男的 但我也是你弟啊 我说你还是没听懂 小伙子 真不一定 听完这句话 他哭得就像是 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你知道 但他从来没有 放弃过战胜我 还不死心 他说你别笑了 他现在跟我说 你别笑了 你知道吧 我都没跟你说 你一笑牙龈看起来特别大 黄眼 我说你懂啥 那是因为我牙龈健康 因为我用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出眼 搭配活性太阳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你猜怎么着 信仰不信仰都让用 这个比赛 真的不能再往下比了 你知道吧 再比 比如说没有段子 我都没有弟弟了 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 因为我这一年 新的生活没法写 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节目的录制现场 然后当时正好有四个工作人员 要带我上厕所 你懂那种感受吗 就是我的内心里 有一个理智的声音 你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但同时又另一个虚荣的声音 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 不行 杨丽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堕落了 你要想你原来 你开始为什么做这个 你原来 你是热爱艺术 你也不是热爱金钱 我要变回那个热爱艺术的 纯粹的自己 我就回去找了我大学时的朋友 我说朋友你快救救我吧 我堕落了 我现在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说完还帮他把 刚穿漏的袜子补上了 他也很好 帮我把我新买的纯金黄罐 戴在了头上 我说别带了怪众的 拿去换套房吧 运气好的话 这个黄罐能请到忽兰两天 还有这个 好吧我诚意认 这一段是我编的 他真正说的是 他说你还记得十年前 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 我们聊起了梦想 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说十年前 那我肯定是说 我要做出这个世界上 最深刻的艺术 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他说不 当时你简单的 跟我说了四个字 你说的是 我要出名 我当时想说 我要告你 我说不是我说的 是忽兰说的吧 怎么可能 十年前 我从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 敏感痛苦热爱艺术的人 我这辈子 都有可能过得 特别惨的一个人吗 他说不是 你从小就庸俗肤浅 见风使多的 你放心 你这辈子会过得特别好 所以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充满世俗欲望的人 我根本不是那种 假装淡泊名利的人 我自己把我自己都骗了 所以我收回上面那些 我进到决赛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给你们 不用你们给我投票的 叽叽歪歪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投票 我要继续比赛 因为幽默突然改变主意了 幽默就是要陪你们走过四季 你们要是不够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我不能代表女性啊 我不配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所以你们要是不够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我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说希望你们支持我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 我是陈璐 谢谢 好 投票吧 这个 就不用讲了 不用讲 今年这个拖游大会 是更好看了对吧 嗯 可没有人反应了 跟我去想的完全不一样 肯定要对不对 这个有人说 今年拖游大会更好看 全是领导的功劳 这个 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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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这么多人 其他人就没有一丝丝的功劳吗 这个 没有啊 这个 这个 这是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做节目越来越难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什么 都可能会被误解 就是可能都会骂 就比如说 我原来在节目上就吐槽大会 有吐槽过那个拳王邹世民 大家还记得吧 我就说 邹世民很不容易 来自贵州一个小地方 靠自己打拼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弹幕里面就开始有人骂我 说放屁 胡说 贵州才不是什么小地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贵州 不是贵州是个小地方 是贵州一个小地方 贵州也有小地方 还有一些人更过分 天天给我发微博私信 告诉我贵州的人口和面积 搞得我对贵州特别了解 简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贵州常住人口3860万人 总面积十几点六万平方公里 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我爱贵州 不是 我爱大贵州 我爱大贵州 其实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也不能这么说 我还有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关系真的很好 就是从小关系就很好 不像有的父母 还会打小孩对吧 而且有些父母 打小孩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屁话 很蠢 说什么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哪 很荒唐对吧 你不可能一边打小孩 一边想糟糕 是心痛的感觉 大家千万不要打小孩 你看我爸妈就从来不会打我 相反 他们有着很好的育儿理念 他们就是要跟小孩做朋友 我爸为了了解我 还去偷看我的日记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是偷看他的日记的时候 发现的 我俩关系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暑假 我和我爸天天在一起 打游戏下象棋 就跟哥们一样 然后有一天发现 游戏机象棋都丢了 原来是我妈偷偷给扔掉了 当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爸已经结婚了 我们的友谊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家庭 我只好跟我爸说 爸 我们还是做父子吧 我爸也很难过 不是说好 好兄弟一辈子的吗 当然我们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法 就是把我妈拉进来 三个人一起斗地主 大家有没有跟自己的父母 一起斗过地主啊 有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跟父母斗地主 关系特别复杂 有父子 母子 夫妻 关键还有地主和农民 对吧 我妈斗地主就会特别投入 她会突然斗着地主说 儿子 妈养你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每天为了这个家 日夜操劳 你能不能不要炸我呀 哇 我太烦了 打牌还要打清醒牌 我爸就特别清醒 说儿子 你清醒一点 你看一下眼前这个女人 她不是你妈 她是地主 你是农民 你爸也是农民 你要记住 你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 然后我就炸 当然在我炸的时候 还是说了一些好话的 我说妈 炸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其实这个 我现在跟我爸妈相处得很好啊 我有一个跟他们相处的妙招 就是给他们打钱 他们一唠叨我 我就打钱 这就相当于封口费了 有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要打了 怎么又给我打钱 不用我 我说 你看你又唠叨了 不是 真的很好用啊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 大导演北野武的故事 大家知道这个北野武成名以后啊 就是他的妈妈每个月 都管他要很多钱 北野武都觉得妈妈也太贪婪了 结果妈妈临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北野武 原来是妈妈怕儿子乱花钱 等自己死了 他活不下去 我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了我爸妈听 他们听了很感动 我妈跟我爸说 我就说临死之前 就得把钱都花完吧 儿孙自有儿孙福 哎呀没有了 我爸其实 我爸妈特别好 去年我离婚以后啊 他们怕我孤独 还专门来上海陪我 今年他们已经回去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现在有李旦 跟我相依为命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陈鲁世界 哦 两孩子来了 咱俩如果刚才处够炸 他们就可以是三胞胎了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们同居太久了 现在有点受不了了 你们想双胞胎睡在一起 就很烦人 25年了 每天睡在一张床上 穿着一样的衣服 长着一样的脸 我每天早上从他身边坐起来 都感觉像灵魂出窍 而且经常是我睡着了 他睡不着 他就在床上滚来滚去 我们俩看起来就像人死了以后 灵魂没有安息 天哪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命就是永远黏在一起 不管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矛盾 老了都会一起滑辣双人轮椅 老了就算走不了路 也要一起去撞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但问题是我是他姐姐嘛 那作为一个姐姐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他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分工 就会越来越像一对夫妻 我负责洗碗和做饭 我负责吃和点评 但他还是会说 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家的开关全都是我控制的 还是声控的 我要关灯 我只要喊一声 严一把灯关一下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搞了个Siri 我说你以后就喊Siri把灯关一下 我就喊Siri 叫严一把灯关一下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忍不住答应他 因为跟他在一起 我正在体会一个女人能体会到的最大快乐 那就是奉献 最近我就跟他说 我想分开住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们俩分居 就有点像离婚 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们在一起住25年了 这要是一对夫妻 小孩才刚刚考上大学 我说正是离婚的好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很像一个有担当的男性 我说我要分给你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只留下钱和房子 分给你自由和希望 所以我就赶紧出去租房子 然后我还舍不得花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换鞋凳 我根本就用不上 因为他家门口窄到 那个换鞋凳 没有办法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 坐在换鞋凳的箱子上换鞋 然后呢 我就只好又给他买了把椅子 结果椅子更拿不出来 现在只能放在换鞋凳的箱子上 结果他家现在一个家具都没有 但是门口有一个loft 再走一个 再走一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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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居以后我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我觉得他没有我肯定过的不好 所以他特意跑来我家关心我 然后我打开家门 远远看见他的样子 我就开始窃喜 我说你看你 你才离开我几天 就变成这个鬼样子 你脸都变大了 我走出来说那是一面镜子哦 他也很担心我独居 他就送了我一个监控摄像头 我主要是想监视他 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组成新的双胞胎 还好没有 只是一些普通男人 分居以后 我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就是我发现女人真的太擅长 为别人放弃自我了 因为以前我们俩一起住的时候 每天早上 他都会给我们俩准备牛奶 但是分开住以后 我才知道他喜欢喝的 其实是豆浆 但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我喜欢喝的 其实是咖啡 作为女人 只要我想付出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想要什么 她根本就没有试过了解你 她是真的不想了解你的 那她为什么不想了解你呢 因为她爱你 要是她了解你了 她怎么会爱你呢 不过我发现 确实离开她 我啥也干不好 就像灵魂离开了肉体 就像男人离开了女人 灵魂离不开肉体 男人离不开女人 但是女人可以离开男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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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